欢迎老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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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长时间没有回到这个现场了 你知道吗 今天回到这个现场以后 心里还有点激动 我就想我穿一件这样的衣裳 让我们的男女嘉宾 他们互相来点电 有电的话 也是您这儿先发的电 谢谢国立老师 对对对 我发现了 原来我们现场 有一百位小红娘的 今天我们没有来 那今天小红娘们 是不是还在云上呢 对 好 起开 起开 小红娘们 你们好 好 黄菱姐好 黄菱老师好 现在还是一个特殊时期嘛 对吧 不过我们的节目形势 都会变 依然分为男生家庭版 和女生家庭版 今天是女生家庭版 甜蜜之门背后的亲属们 你们好 黄菱老师好 好 老师好 那现在我们就要 欢送我们的成林老师 到第三现场 为我们即将上场的 男嘉宾的亲友团 出谋划策 一会儿见过于老师 我们见成为 好了 男嘉宾们马上就要上场了 甜蜜之门背后的 五族家庭 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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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可能 云上的一百位小红娘 第一位男嘉宾要上场了 有请好词员 开始 欢迎来到准备 准备我的准备 准备 我的准备准备 有请下一位嘉宾 这位嘉宾来自去约会VVV 我猜好 白鞋运动宝 我猜好 这个手不住 这个手不住 手啊 运动宝 唉我猜退了 猜退了 我猜好 我的世界 看来我们的奇妙的门 遇见过了我们的 一遍 各位老师好 各位叔叔阿姨好 各位小红娘们大家好 像不像吴彦祖 像吴彦祖 我喜欢 我的菜 这个太帅了 大家好 我叫郝思源 来自东北哈尔滨 今年30岁 然后现在是184 跟朋友合伙 干了一家精量酒馆 和一家热热店 好 都是老乡 老乡都是我们老乡 人生的道路很多种 不管是康庄大道 或者清吉小路 无论全打条路 我将会帮你一直走下去 她好紧张 她好紧张 她的面目表情是那种 很紧绷的感觉 东北大男孩会那么紧张吗 会 会 你看她们外表特别粗犷 她们内心心里可细了 真的吗 对 来 郝思源 解释解释 钢铁直男什么意思 钢铁直男 先说钢铁 是因为我从小一直有打拳的习惯 她还特别好 我帮你们检验一下她的肌肉 可以吗 好 检验 这胳膊的地方 是 我这个说一笔 我估计节目组肯定给我做两个出来 她这个你儿子的形象 跟现在很多小男生形象还不一样 一看就是存爷们 是 她一匹脱衣服 她脱衣服 撞 那胳膊都 都搁在腿了 搁在腿了 好 但是我对女生这边比较直接 嗯 我会把自己女朋友的头绳 带在手腕上 或者涂她的小指甲 我会告诉她 我有主了之类的 这种 真的可以啊 女品 这个男的真的可以啊 这个男生一定很受女孩喜欢 对 你喜欢吗 也喜欢 好 《甜蜜之门》背后的五组嘉评 你们都听到了吗 听到了 听到了 有没有喜欢这位男嘉宾的 有 有 有 好 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好 碧轩加油 妈 你加油啊 靠我姐姐了 靠我姐姐了 《甜蜜之门》幸福开启 三 二 一 开 开 快 我姐 加油 姐姐老师 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爹好 哎呀 电上的小红娘们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太棒了 太棒了 雪洞 我妈手太猛了 我妈妈 我妈妈喜欢的 真棒 这组家庭来自去约会APP 太棒了 太棒了 我都着急了 我已经拍了好久了 我是女方赵浩琪的妈妈 我们一家来自东北吉林 哎 阿姨好 阿姨好 哎 我家浩琪呢 是女生非常羡慕的身高1米68 她是长得非常漂亮 长头发 大眼睛 很多人都说她长得像杨幂 哇 我是张浩琪的姑姑 姑姑 阿姨好 阿姨好 我们东北有一句话叫啥呢 叫姑舅亲 打断骨头连着紧 所以呢 今天是我和我嫂子 浩琪的妈妈 一起来到这里 帮着相姑呀 这就是这就是 妈妈姑姑父母 两家的血缘 你都看到了 基本上这个长相 基因还是不错的 你姑姑来对了啊 你姑姑来对了 你姑姑来对了 真的你姑姑来对 对 我姑姑来对了 我妈比较腼腆 我们浩琪呢 今年27岁 在北京一家科技公司 做UI设计师 嗯 然后其他的爱好 非常广泛 喜欢音乐 喜欢健身 另外还喜欢拳击 你让我的世界 怎么可变成粉红色 是你让我的生活 从此都只要你被握 你还喜欢拳击 我也喜欢打拳击 一般的女孩子 是很少喜欢拳击的 所以我一听你说 你喜欢拳击 我就特别兴奋 可以对打呀 对对对 我可以给他持把 当陪练是吧 当陪练 对 在这里我也想问问男嘉宾 您说 阿姨 你在你的生活中 看不看那个音乐剧和话剧 我平时有看话剧这种习惯 太好了 因为好奇吧 特别喜欢音乐剧和话剧 嗯 也特别喜欢我们国立老师 谢谢 在17年的时候 特意去看了您演的话剧段几几几个 哎呀呀呀 在北京 对他在北京工作嘛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今天能让这个国立老师做乐老 我觉得好像是没有几人 能有这样的一个荣幸 这么定了 我和你就这么生气 恰恰好在一起 对 然后这个身高1米84 因为我家我哥哥1米84 我弟弟1米9 所以一看这身高 我们家孤爷了 没跑 多多关注我们家好奇宝宝 对 听您介绍之后 觉得咱家姑娘特别优秀 咱家姑娘 好 恭喜5号家庭 我们率先抢到了心动位 那么让我们再一次 打开甜蜜之门 有请另外四组家庭 也赶快出场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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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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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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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由于手慢了 没有抢到第一心动位置 来 1号 这组家庭来自旭与约会APP 国立老师好 男嘉宾好 大家好 阿姨 你好 我是王嘉宁的妈妈 我女儿长得也比较像一个名秀 像黄胜仪啊 黄胜仪啊 黄胜仪啊 黄胜仪 我女儿身高也很高 1米68 然后长相也很甜美 然后现在呢 就是她也通过自己的努力 然后现在呢 然后现在从事牙科医生的工作 因为我们家随移的比较多 第二呢 她也多才多艺 从小呢 学习舞蹈啦 学习放弦啦 学习舞蹈啦 学习舞蹈我们也过了十级 当时我们也过了六级 然后这样呢 我觉得我的女儿呢 也是非常优秀的 也是一个才艺双修的大美女 哇 今天讲得觉得超级优秀 爸爸 你怎么不说话呀 你的家庭地位跟我一样有点 哎呀 这张老师 你这猜呀 你猜对喽 待家呀 我就能排上第三位 就你出生之后 你爸就变第三去了对吧 哪有我家去年养了一条狗 然后她变成了第四位 干得漂亮 而且呢嘉妮她妈妈呀 还是我们家最高的领导是吧 嗯 怎么说呢 从我们家从儿科到外科 到内科全都有 外人可以说最早是儿科出身 完事一点点的 现在是干到管理厂 哎呀 在工作上 工作上还是 我们俩一个单位 她是我的领导 哎呀 回到家呢她是一八省 对 你这当时相亲的 你没说好 你说单位你是一八省 回家必须我一八省就好 真的假的 妈妈棒 对 我妈我爸是 对 但是我爸会做饭 做饭什么的 你也哈尔滨 我也哈尔滨 咱们这两家呢 咱俩抢着说呢 还有最重要一点 都想懂了 还有最重要一点 就是我女儿那是牙医 口腔健康这一块的交给我们 牙齿健康了 我觉得吃麻豆麻香 没问题 这个我补充一下 对 这个我忘锁了 是的 就这些 听您介绍 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女孩子 爱的心跳上 只和你相拥 幸福 泪恨就是这种 来 二号 陈玉姝 我姐姐 不要紧张 你好 这组家庭来自 续约会APP 国立老师好 男嘉宾好 小和娘好 我是陈玉姝的妈妈 今年我是一岁了 你好 叶姨 你好 生活在广东20多年 我是湖南人 这两个地方的普通话 都不是很标准 所以得请国立老师多多包涵 一个湖南人 在广州生活了这么多年 对 普通话说得这么好 真的是很不容易 我说得不容易 我们觉得很不容易了 我们女儿25岁 25岁 对 是北京一家公司的 市场部主管 她人也长得很漂亮 特别像林志玲 林志玲粉铃 粉铃粉铃 超漂亮的脸 如果看到林志玲的话 就好像看到我女儿 跟陈玉苏一样 明天我要嫁给你了 我觉得我要想婚了 那是不是没我们啥事了呀 说完这个 然后男嘉宾直接 回头见诚 就瞬间把你碰 国立老师好 男嘉宾好 我是陈玉苏的姐姐 我今年31岁 我已经结婚了 我婚姻很幸福 所以我想妹妹也延续 这份幸福下去 我请问你一下 你会做饭吗 还没到的 还没到的 妈妈有点急 没有关系 既然问出来了就说吧 阿姨你好 做饭这边 应该算是我一个强项吧 对 中餐 法餐 一餐 日餐 我都会做 因为本身我有做日料店 我们以后可以一起做饭 你看还是东北人好 我们以后可以一起做饭 东北的男人都会做饭 你要把桌子拍了 听到我们玻璃房的女嘉宾们 集体欢呼 男嘉宾 节日的礼物 你会注重物质的 还是职用的 浪漫的 你选择什么呢 哇 这个问题还挺刁钻的 你像正常咱的节日 别的女人有的 我一定会让她有的更多 爱的 好 爱的 好 爱的 我不太会追随着这种 大的一个流行送什么 送花 送一些包包什么的 有可能我会自己手工做 哇 还会做 对 爱的 我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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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男人完美 爱了 爱了 我可以 我什么都可以 太好了 一定要关注我们 好 谢谢 好 来 我们3号 周梦迪 这组家庭来自续与约会APP 郭丽老师好 您好 男嘉宾好 我是周梦迪的妈妈 阿姨好 我女儿今年26岁 身高1米62 目前在天津经营一家 舞蹈艺术培学学校 做校长的 打小吧 很小的时候就在外面生活 非常独立 我是在天津生活 但是我老家是东北人 你的语言里还带东北味呢 太亲切了 但是我跟郭丽老师也很近 我在天津也待了十几年了 正好 正好 这是东北包肠 随便说一下都爱自东北 而且呢我们家 你看到她妈妈坐在这儿 是不是咱也东北老乡 东北人经验还是不错的 我女儿绝对继承了我 我女儿绝对是个大美女 我妈年轻时候特别漂亮 笑花 我妈年轻时候 你俩就互夸吧 你俩就互夸吧 母女嘛 都要互夸一下 我想看看男嘉宾 有没有肌肉 有没有腹肌 我们这个节目幅度 还没有那么大 不可以撩开看的 不是 摸摸行吗 摸 导演 我丈母娘 丈母娘摸摸没事 丈母娘 那万一你要不是人家丈母娘呢 那也是阿姨啊 要让你阿姨去摸摸 要让你摸摸 来吧 有 她是我妈兴奋的 行 您检查检查吧 检查检查 检查 哦 哦 哇 哇 妈妈好辛苦啊 我也想摸 你看我姐的眼神 她知道我喜欢这种 有 你看她跟我妈兴奋的 哦 打相手了吗 打了一点点 什么味道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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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摸又闻 好过分啊 嘿 瞧这 现在是丈母娘 哦 哈哈 好好 好好好 小女孩都带这样的 又摸腹肌又闻香醉味 哈哈哈 因为我女儿很喜欢香醉 哈哈哈 妈妈喜欢她宝贝 是吧 我觉得她满眼前的都是星星 对 而且呢 你俩有个非常的切合点 因为她大二的时候就自个儿创业 所以她喜欢创业的男人 她觉得有成就感 那这一点我还是蛮合适的 因为我一直从小的时候 就开始做生意 啊 对 非常合适 我看好你 喜欢你啊 好 谢谢啊 一定的 一定的 好 我们四号 黄慧君 这组家庭来自续约会APP 国际老师好 男嘉宾好 嗨 你好 我是四号黄慧君的姐姐 我们来自广州 嗨 我们来自广州 大家好 我妹妹吧 她有一个外号叫做小龙女 为什么会叫小龙女 是因为我舅妈她属龙 然后呢 她非常喜欢神雕侠侣里面的小龙女 这个角色 嗯 而且我妹妹呢 她长得非常像其中一个版本的小龙女 那就是陈妍希版本的 长着一张包子的脸 特别特别地可爱 哇 陈妍希 陈妍希 我的脸比她瘦多 对吧 对吧 我都连比她瘦多了 你们一个黄声音 一个林志玲 一个陈妍希 一个杨密 不是 你们都像明星 我怎么办 全员明星 我像黄文 是谁 我是星星 是过非过现在的 我不是你 我妹妹她也像小龙女那样 多才多艺 琴棋书画吧 不能说样样精通 但是书法跟绘画呢 也是可以拿得出手的 你真的好反差呀 对 然后我会弹古筝 然后会写书法 会画油画 你赢了 好 我觉得男嘉宾 非常符合我的妹妹的要求 好 谢谢姐姐 希望能够多多关注我妹妹 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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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姐姐 我姐好棒 姐姐我爱你 聊了这么多 我们赶紧来看一看 VCR进一步了解 男嘉宾的情况 请看大屏幕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郝思远 我现在呢 在跟朋友合伙进行 一家精亮酒馆 好 这真的很帅 哇塞 死妹妹的菜 我心跳了 我平时基本都是自己在店里照看生意 客人的所有要求 我都尽量会去满足 热情小号 在线为您服务 我真的帅 要说到我人生的第一桶金呢 是我的父亲帮我忙赚到的 那个时候我是还在上学的过程中 经营了一家女妆店 然后一直到我不坐盘车那天起 自己刨去父亲借我的二十万 我都还给他之外 自己还有盈利大概五十左右 那他也太有才了吧 我也开女妆店的 以后可以一起开一家 人家已经不干了 我可以继续带着他干 别拿着女妆 我就直接亲子店了 那你在事业上面 一直都很顺利吗 也不是 中间有过一些起路 因为我一直喜欢健身嘛 所以说我投过一家健身中心 大概当时投资是用了四百左右 但是由于当时太年轻 也是太自信吧 一直一帆风水 所以说在选址上 包括一些工期掌握上 没有做到最佳 所以说在刚开业的一个资金汇流上 碰尽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所以说导致我 这次一个大的创业失败 也算是给我一个挺沉痛的打击吧 这么大的事情 当时父亲没有帮助你 只是给点建议 但大多数还是靠我自己 我当时把手里的车子和表 都卖了卖 来把这些债务来还清 男人三十而立 事业重新触发的我 也要考虑组建自己的家庭了 如果说你是一个高冷 对穿衣有品 而且喜欢冒险的女生 你可以尽管追靠世界 而我会一直站在你身边 太酷了 那感觉 我要是个女孩子 我都会动心的 我现在脑子里 只有四首歌的歌词 心动 终于等到你 情有独钟 至少还有你 现在你的财务状况怎么样 还在欠钱吗 没有 早就完事了 我以为你来找那个 帮你还债的了 没有 没有 现在自己这边 进了两家店 然后还有点比得适足 还算OK 还不错 很坚强的一个人 很快就从逆境中 又翻了身了 是吧 他是经历过风雨的男人 对 他马上会遇见彩虹了 来 黄慧君的姐姐 男嘉宾 我想问一下 您除了健身 还有没有一些什么其他的活动 比如说当下年轻人 特别喜欢打的游戏之类的 游戏 我会玩 玩王者三吧 我打王者很厉害 男嘉宾 你喜欢打王者荣耀的话 你一般都是打什么位置 我一直在寻找我自己的野王 中野 中野 对 野王 你一般来得太突然 我不敢相信 这是真的来得太突然 你二字厉害吗 王者荣耀 黑龙将生拍千三 拍千三 我妹妹打野非常的厉害 她是荣耀王者 对 我也荣耀 以后一打野位置让给她了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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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们非常的有共同语言 以后蓝爸爸给你 红爸爸给你 好嘞 好嘞 然后自己平时我还愿意滑雪 玩机车 然后还养宠物 对 我养了好多 这边 这边 好 来 男嘉宾 我家好奇也非常喜欢宠物 但他有一点 他就是对宠物的毛过敏 这个问题 首先我养的是短毛狗 就是不太愿意掉毛自己移 二的话 房子买大一点 让宠物单独一层 我俩一层就OK了 大一点的 我想问一下 这个男生有缺点吗 好 好像没有 我真的 真的没有发现 说话都无懈可击 刚才说到打这个游戏 我直面游戏打得超棒 打王者荣耀北京打第六 他超厉害 超厉害 超厉害 哥哥真棒 说得真好 好了 公共热烈的讨论 大家都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还在观察位的四肃家庭 如果你们还想继续前进的话 按他 按他 宝贝 我想按下你们的挑战按一下 冲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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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姐 好 3 2 1 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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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一下吧 按他 按他 宝贝 按 家庭的八分怎么犹豫了一下 他是我的领导 我是他的下属 反应慢 反应慢 反应慢慢慢慢 反应慢了 反应慢了 今天呢 有请程蕾 带着男嘉宾的亲友团 上场为你出谋划策 有请程蕾老师 华老师好 男嘉宾好 今天看来的不是男嘉宾 是男嘉宾 你看 哎呀 这都这么有形啊这个 这真的是好帅呀 哎呀 这是谁 这是 啊 这我儿子 是 你是他爸呀 对对对 啊 爸 哇 长得脖子俩似的 啊 哇 我已经讲好 我以后的孩子会长什么样子了 你好 葛梁老师你好 不能握手现在 来 哎 哎 哎 你俩长得真像哥俩呀 对 你也是搞体育运动的吗 不是不是不是 我是自己做点事 还行吧 做得比儿子做得强点吧 还行 多少吧 爸爸以前当兵 当兵了 儿子其实也不大 不大 又那么帅 是吧 像他这样的 萧嫂到50 也有姑娘追啊 是吧 他爸说 爸爸结婚早 22岁结婚的 是吧 对对对对 22岁结婚了 他说现在主要是 爸爸想当爷爷了 哎呀 你是觉得你功成名就了 就差爷爷这个称号了 对对对对 我也想当姥姥了 啊 那我说你对思远的要求是啥呢 两三年之内结婚 再晚结婚 有了孩子 他带不动了 我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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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特别给力啊 妈真的好 我觉得既然你爸爸来了 我就特别想听听你爸爸给你的建议 爸爸带 怎么想的 我在第二现场啊 通过这个女嘉宾的家长介绍 我心里呢 也多少有一点主意 但是呢 儿子从小到大 我一直让他独立 我希望他选出他自己喜欢的 我只是一个建议啊 就是跟着心走啊 好爸爸 好了 那现在男嘉宾要做出自己的选择了 选择两个家庭 让他们把爱情小船退回原图 哇 很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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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我会后悔的 咱们可都是纯黑龙江老乡 你看 家里四把手终于说话了 不要推我 不要推我 我归你很漂亮的 你要退了你就后悔 不要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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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冉安 你不要推我 我觉得我女儿跟你很相悲 好紧张 真正女婿 不能把我们退回去 太难了 都很优秀 都很优秀 好 走 五 四 三 二 一 你的选择是 2号和5号 听信 为什么要推我 推回分别 祝福男嘉宾 找到如意的那一半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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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爱情的小船退回了原位 但是玻璃房里的女嘉宾 仍然有抢亲的机会 男嘉宾我们可以继续 来了解留下来的这三组家庭 接下来到了最紧张刺激的环节了 手机的秘密 女嘉宾 你们听好了 你们今天有机会 光明正大地了解一下 男嘉宾手机的秘密 而且还要当着他的爸爸的面 不过这个选项呢 有一点危险 因为你看了对方什么 意味着你也需要公开 你手机里的相关的信息 把声音扩出来吧 就是我们看他 他们还看为我们的 对 现在有点 把声音扩出来吧 直接扩声音 直接扩让你说 听得见吗 听得见吗 女嘉宾声音已经有了 这说话的是谁 我是四号女嘉宾黄慧君 我妹妹 姐姐 姐姐 哎 哎呀 哎呀好强哦 好强哦 你们可以讨论一下 记住了 你看他什么 他要看你什么 咱们看他什么 他就看咱们什么 吃什么 吃什么 大钟点评 大钟点评 闹钟 我想看微信记 微信记录肯定不想到 这个不肯定是不行 微信记录肯定不想到 这个不肯定是不行 这个不肯定是不行 没关系 不同他们也看他们不同的 公平合理 公平合理 大家都看一看 我觉得我还蛮想看淘宝最近订单的 要不看闹钟也可以 闹钟 他要看我们的 看他是不是一个自律的人 看闹钟 看闹钟 闹钟 闹钟 那就看闹钟 别哭 别哭 没事 没事 我看一下 没哭 我们听着像哭 来吧 来吧 怎么样 女嘉宾们商量好了吗 好了 就我们三个共同决定后 想要看一下男嘉宾的闹钟 就是想看一下他是不是一个自律的人 这个想法挺有意思的 有意思 来 我们看一下男嘉宾的 手机里的闹钟的记录 挺可爱的 你看 这个好 限十六 八点四十五 下午六点 下午十一点五十八 是游戏要上线吗 跟我一样 我也是 十一点五十八 十一点五十八什么 干什么 六点多起来干嘛 十一点五十八起来干嘛 十一点五十八干什么 姑娘们不着急 让考思连解释一下每一个时间 我也很奇怪 我解释一下吧 大家一个一个说 我上午七点十六是给我家塔塔 弄的闹钟 因为我要去遛她 然后上午八点四十五呢 是我准时吃饭的点 准时吃饭去找饭吗 对 八点四十五是吃早饭 吃饭都要准时这个人 然后上午十点十分呢 是我要给一天做规划 我是个有规划的人 真的假的 我不信 就为什么都不是整点啊 为什么这么奇怪 因为我这人就是比较 而且五十八肯定是十二点 要上游戏了 不不不 我感觉是 她能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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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凤 我有点懵吓她 晚上她能听见 至于最后一个这个晚上十一点五十八呀 这个大家别误会啊 不是上线时间 我是晚上每天要跟公司的人开晚上的例会 半夜十二点开 十二点开 十二点开例会吗 对 因为精量酒馆和制造店 要结账啊 和做一天的总结 所以说要晚上这边来开一下 对 很正常啊 晚上她得让人喝酒喝到十二点 对啊 是正常的事吗 对啊 好了 来看看女嘉宾的时间吧 那么男嘉宾 你想选择看哪个女嘉宾的手机 啊 完了 我的闹钟是什么 我有点忘了宝贝 你看她们紧张了吧 选择一号吧 啊 我的妈呀 来我们看一下王嘉宾的闹钟的记录 哎呀 看不着脸是吧 哈哈哈哈 扇子挡上了 始终在第一个里 起的也太早了 太早了 太早了 六点二十起床了这都 哎呦 哎呦 六点二十是今天早上不是要那个 就是要洗澡 要化妆今天 是今天早上的事儿 今天早上的事儿 对 你们身影都这么甜 应该是坐坐 嘉宾不是你拍桌子的时候了 然后十一点后面的我有点汪了 十一点是正常起来的点 我上班的话会睡得稍微晚那么一点点 但是为什么十一点闹这一次 十一点时分再闹一次 因为可能十一点没有叫起来 那第二次叫不起来 下午一点钟再叫一次啊 然后一直下午一点没起来 各晚上十点再叫一次 十一点 冬眠在这儿 床上平躺了 晚上十点钟这个肯定男嘉宾好奇是吧 十点钟为什么 我那个闹钟设好久了 十点干嘛来的 估计您是那个点起来做瑜伽 一定是一定是 对 说得很有道理 对 可能就是在做瑜伽 对 非常棒 好 好了 现在毋于轮到了 我们的云上的一百位小红娘 发挥作用的时候了 现在让我们一百位小红娘 随机选择进行视频连线 来 选择 来了 小红娘 你好 国立老师好 陈立老师好 大家好 长得多甜蜜的一个小红娘 小红娘很漂亮 长得好好看哦 你们故意选的吧 好像以本意的自信拍桌子的自信呢 不拍了 不拍了 走了 大家好 我叫欣欣 欣欣 相应呢 可以 相应在哪呢 还没有找到相应 好 你们交给我们吧 程磊老师帮你找 好 你认为哪一位女嘉宾 更适合我们男嘉宾呢 说说你的建议 我觉得这个 第四号 黄慧君比较适合 黄慧君比较适合 黄慧君 谢谢 谢谢 从她的家长姐姐来看 我感觉他们全家应该都是那种很温柔的人 然后这种性格的话 是吵架是不可能吵架的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从基因学上来说 哎呦 你还懂基因学 好 两个人如果相离得更远 然后她为了结合 生出的宝宝会更好看 你想那个啊 快点去 谢谢 谢谢 谢谢小红娘 别爱我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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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你下一次能够到我们现场来 早点给你找到相应 谢谢郭云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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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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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谢谢 再见 拜拜 好 让我们回到现场 火眼金睛的小红娘们 云上的 会把她们手中的红线牵向何处 让我们来看一下她们给出的速配指数 好紧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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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接近啊 看我居然是最高 我是最后的那个 你们是觉得我很好看吗 没毛病 爸爸这个时候想说什么吗 我是想啊 就是说 现场的三位女嘉宾 这个家庭有远有近 就是希望你看看 是远好还是近好 你瞧瞧 明白 说到 暗示了 不然不近正好 对 娶妻忠是吧 好 女嘉宾 我妈 你妈真的太喜欢她了 我妈完了 我妈嘆心了她现在开始 这个时候有一件事你要做 请问我们的男嘉宾 在我这个手机上 按下你现在心里的 这个心仪的女嘉宾的数字 好了 我给你留下 我暂时不会去 公布出来 但是我得存起来 一会儿再问你 好 好 好紧张啊 好 我们明白了男嘉宾 现在我们要给你一个 比较难的一个选择了 在三个里面 我们只能留两组 你要退下去的意思 来 我们给她倒计时 10 3 2 1 选我 我就跟你回东北 你的选择是 对不起了 4号 对不起 真的好遗憾 你选我 我就跟你回东北了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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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你 谢谢姐姐 谢谢姐姐 姐姐刚才那个失望的表情 我看到真是好真实 真的是一点的很失望 谢谢 好了 我们先请1号和3号的女嘉宾 到大屏幕后面做好准备 好 在玻璃房里的三位女嘉宾 现在你们还有最后的机会 进行抢亲 所以你要抢吗 但是她没有选我 我就很 我就有点生气 这个无所谓啊 没关系 如果你喜欢不要错过 我给你们5秒钟的时间考虑 5 4 3 2 1 我放弃了 没有 哎呀 看妈妈高兴的吧 我怕给抢走了呀 太担心了 是吧 没有抢亲 那么现在屏幕后面 有1号和3号女嘉宾 站在大屏幕后面 现在我们两位女嘉宾呢 在大屏幕后面等待 你只能选择1位女嘉宾 听她的表白 快上场了 赶紧补妆 此刻你想先请出 哪一位女生 5 4 3 2 5 4 3 3 2 2 1 你选择先听谁的表白 我想先听1号女生的表白 谢谢 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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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 好 我们有请1号嘉宾 我们的 王嘉宾 我们的 王嘉宾 我 王嘉宾 你 王嘉宾 我 王嘉宾 你 王嘉宾 现在 记录我的选择 今天幸福表白时座 你 王嘉宾 你 王嘉宾 你 王嘉宾 是我 亲生的那个人 你知道我有一种超能力 你知道它是什麼吗 什 什么 就是 超级喜欢你啊 这要命了 就是我也可以很温柔 我也可以很疯癫 但是在你面前 我就只有一个样子 那就是很甜 所以你要跟我走吗 哎呦 你要跟我走吗 在这景田选择之夜 我们来迎接 最重要的选择时刻 对啊 这些是女嘉宾选择呀 哎呦 对一个健身的 这个拿爆名词的一个猛男说 你要跟我走吗 这霸气啊 有点大姐的气质啊 等一等 自远 别忘了大屏幕后面 还有一个人呢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佳妮的话 就把这个 象征着爱情的景田水 交到她的手中 这也意味着 你放弃了大屏幕后的女嘉宾 或者 你是想将她送给大屏幕后 正在等她的女嘉宾 拒绝你前面的这一位 请做出你的选择 男嘉宾 我们家闺女呢 自己开了舞蹈学校 她这个舞蹈学校 寒阔很多 艺术之类的 咱的孩子生下着 在家就可以教育 文化的事儿交给老师 业余的事儿倾提出话 交给闺女 用一句话总结吧 春暖花开 为你而来 别让我失望啊 哎呀 怎么样 听完她的表白之后 你接下来的选择是 嗯 恭喜有情人听众说 在本季节目配对成功 并结婚的情侣呢 都有机会参加 还有景田一段提供的 苏兰福宝婚礼 在她往回走的过程中 我告诉大家 她选择的心动女孩是谁 我太喜欢给自己女朋友做话的 嗯 希望有人能帮你 最好未成一头猪也是可以的 喝尽甜水 让我们甜蜜感情无负担 中国新乡亲友爸妈更放心 让我们再接再厉 请出下一位男嘉宾 号称东方购物频道 李佳琪的黄顺安 李佳琪还蛮帅的 做直播的吗 这也太好看了吧 哇 这也太好看了吧 所有女生 你们的魔鬼 来咯 哇 欢迎来到中国新乡亲 景田选择之业 我的选择 景田有请下一位嘉宾 哇 这个鞋我喜欢 爱着裤子 这个是我喜欢的手 哇 腿好疼 好瘦啊 真的很瘦 我知道 我心跳了 我想直接叫她叫安安 欢迎 欢迎 大家好 好 狐狸老师好 你好 题目后的叔叔阿姨 大家好 我的菜 好甜的她 我叫黄顺安 今年二十五岁 目前是东方购物频道的一名主持人 我爸的同行 抢快点 你就可以 我也姓黄 我觉得今天她就跟我比较搭 因为我也像是主持人的样子 姐妹 咱们两个要自杀了吗 树料姐妹花 我们现在就到此兼致了 我想问一下国立老师 你对这个购物节目的印象是什么样的 我曾经看过一次就把我给吓着了 我们现在又将一百八十八 各位老师你学得太像了 你会不会是你们东方购物 现在最赚钱的一个主持人 那不敢说 我感觉像是两个主持人在台上 好像是在跟成蕾老师抢饭玩 她怎么回来参加这个节目 她是现在工作也稳定了 通过她两年的努力 在上海去年买了房 那你也肯定你也支持了 家里也支持了一点 对 也支持的 现在就该下一步的主要计划 就是找她人生的另一半 对 就是彻底把家安在上海了 对的 好好发展 对的 那我接下来就用我专业比较擅长的方式 向屏幕后的五组嘉宾 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好的 我还蛮好奇 我现在介绍一下 站在舞台上的这款产品 她的品名叫黄顺安 产品规格 一米八四七十公斤 我喜欢跟她 一米八四 出产日期是一九九五年十一月 九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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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俩都是她姐姐了 我也是 不要忘了我 咱仨都是她姐姐了 产品的功能就是陪你聊天 哄你开心 人皮话多很欢拖 哇 厉害 这个太优秀了 保质期终生受用 重点来了 本场只限定一组 先拍先得 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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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太帅了 我的菜不要跟我抢 我不会让给你的 那我就给你精神到底 告辞 请募背后的 我们五组家庭 你们听到了吗 听到了 这推销自己 推销的一点也不含糊 好 甜蜜之门 幸福开启 三 二 一 大天高 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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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冲 给我冲 你爸爸好给力 王阿丽老师好 王阿丽老师好 来 男朋友好 男嘉宾好 小红娘们好 阿姨好 终于抢到了 妈 加油 我想嫁在上海 我要嫁在上海了 妈 你加油 给力 我妈又没抢到 三 二 一 现在别乱叫阿姨 现在有的 有的妈妈很年轻的 问完了再叫 来 介绍一下自己 国立老师好 男嘉宾好 小红娘好 我是陈玉叔的妈妈 今年51岁 阿姨很年轻 我是陈玉叔的姐姐 叫她妹夫 叫她妹夫 男嘉宾做主持人 声音很好听 妹妹的声音也很好听 谢谢 谢谢 姐姐 谢谢 妹妹的普通话说的 比妈妈要好一些吧 要好很多 好多了 这是开玩笑的 好好好太多了 不是很标准 我没有口音 我女儿25岁 对 25 25 是北京的一家公司的 市场部主管 那市场部缺不缺那个 购物主播啊 缺 缺 这样我也可以到北京 工作在一起了 对 对 哈岚也很漂亮 特别喜欢林志玲 前方左转 你一瞧瞧 你一瞧瞧 可以试着了解了解 他不仅有A4腰 马甲像 而且体重从来没超过90斤 是新的A4腰 穿什么不起 A4腰啊 谁都可以 不是 我这太挤了 我虽然胖 我也行 我是横过来的A4 我是唯一个要捂住两个词 恭喜二号家庭 涉嫌抢占了新动位 那就让我们再一次 开启甜蜜之门 有请另外四组家庭 隆重出场 来 我们爸们 国立老师好 小红娘好 男嘉宾好 男嘉宾好 国立老师好 男嘉宾好 小红娘好 国立老师好 男嘉宾好 线上线下的小红娘们好 这谁说的线上线下的 好 各位好 谁说的 我说的 哎呀 你看你太周到了 你 欢迎四位 咱们大家逐一地 和男嘉宾进行一个对话 一号 张莎莎 我的女儿张莎莎 她今年还没有满23岁 她是高考状元 哇 高考状元 秀状元 我们那个年纪第一 因为我们是个普高 你第一就很厉害了行吗 我给你的标签就学吧 不行 我现在不能夸你 我给你是对手 她的形象是眉清目秀 她的身高是一米六八 哇 你也瞧瞧 你也瞧瞧 哎 她的 其中103 对对对对对 眼睛大大的皮肤很白 眼睛大 她身材可以说是丰满 而不臃肿 苗条而不干瘪 走出来具有中国 东方女性的神韵 哇 好好好好 过奖了 哇 爸爸你这都是背过的吧 爸爸 我觉得你的口才比我还溜 对对 国立老师 我是电台主持人 也是和你是半个同行 但是呢 哎 我是长期也做婚庆主持人 你瞧瞧 这也就应该让你坐在这儿 你婚庆主持人 你看 对啊 同行 同行 拉关系了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我莎莎现在是以广州的一所 大学里边在搞研究工作 她是研究生 她的那个工作的这个 促勤总组资源库 资源库 你妈带小车是吧 说起来就是研究猪 哎呀 爸爸说的不够准确 其实我那个工作呢 猪的育种疫苗只是一小部分 我们重点是保护 保存那些地方猪种的遗传样本 然后对根据这些样本进行研究 以及将来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 可以利用这些样本 复原出新的猪的个体出来 我们可以说是中国特色地方猪种 保护的最后一条防线 你的职业真的好长 可能她的这种研究 为目前的猪肉长价 可能会做出一些贡献 吴立老师 我觉得我和他们家蛮匹配的 因为我是属猪的 你的鼻子有两个空 但老师的你还挂着鼻子牛牛 我觉得你也特别跟我们女儿相配 慎重 慎重 你作为一个主持人 你的嘴不要太快 为什么呢 因为面前做的有五组家庭 当他们介绍完之后 你不可能说 我跟他们也挺配的 这个就比较难了你知道吗 慎重 慎重 好好好 再观察观察 对对对 观察观察 为了表示我们的一片诚心 我们今天还准备了一个 小的小小的才艺展示 还带着才艺来的 好用心啊 好用心啊 我在想 我今天马上要给大家分享一个 由我用主题演奏的一首 经典的爱情歌曲 这首歌的曲名叫《牵手》 大家期待 因为爱过你的爱 因为梦着你的梦 所以悲伤着你的悲伤 幸福着你的幸福 哇 太硬核了这一段 太厉害了 真的 佩服佩服 虽然我跟你是对手 我也要佩服他 看着男嘉宾木顿口呆 木顿口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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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爸紧张了 他吹平平是不是这样的 吹棒了 可以看出爸爸多么的激动 你知道吗 真的 我觉得男嘉宾现在就很想见你 我觉得他爸一出场 我们所有家长都逊了 对 来 3号的妈妈 周梦迪 国立老师好 我是周梦迪的妈妈 我女儿今年26岁 身高1米62 体重102斤 我一会儿能不能打电话 告诉我妈一声 然后不要再说我的体重了 妈妈一直说体重10号 我也是最 她有丁有毛的 你知道吗 我女儿长得也非常漂亮 东北人经验还是不错的 我女儿绝对继承我 我女儿绝对是个大美丽 有孟迪是自己在天津 开了一家艺术学校 舞蹈艺术 一个校长 对 一个做校长 很努力的一个女孩 26岁就做校长了 对 都是自己经营的 包括开业的店面 自己的资金 都是自己启用的 自己的 因为她大二的时候 就自个创业 没花过家里钱 很优秀 很优秀 我看小伙子 是电视购物的 我闺女是那种 特别会花钱的女孩 所以你多多关注我们 那你啥意思啊 就是她在那卖 你们家就买 对啊 不是 帮我们把把关啊 什么该买 什么不该买 她要是和她牵手成功了 她可以劝她 她要牵手不成功 她心想你买不买 你买了对我的业绩有帮助 不能的 会不会的 我还是会发自内心 不能那样 不能那样 咱会做朋友的 对吗 对对对 所以如果有我的话 我可以让你的女儿 能够合理花钱 合理用钱 好的 谢谢啊 好 4号 黄慧君的姐姐 国立老师好 男嘉宾好 我是4号黄慧君的姐姐 我们来自广州 姐姐好漂亮 这个妈呀 等一下男嘉宾 不会看中我姐了吧 你不是有姐夫吗 有呀 她看到你的姐姐 她就觉得你很漂亮 可是我长得跟我姐一点都不像 我妹妹今年27岁了 是一名自由职业者 我妹妹吧 她有个外号 叫做小龙女 我 她长得跟其中一个版本的小龙女 你特别像 陈妍希版本的小龙女 陈妍希版本的小龙女 我找一个自知健全的杨朵 有着一张圆圆的包子脸 特别地可爱 性格也特别地好 从来不记仇 我妹妹的话呢 琴琦书画 我不说她样样精通 但是书法跟绘画 绝对是可以拿出手的 我妹妹呢 她有一副半成品 我们男嘉宾看一下 在天愿作比翼鸟 在地愿为连礼之 在落款处 上面有一枚我妹妹的手印 我们今天呢 希望能够在这里 找到我妹妹的另一半 在上面按下另一枚手印 琴琴一个爱心 哇 好棒啊 我的天 你好浪漫呀 而且我妹妹非常会画画 家里面所有的装饰画 都是妹妹画的 哇 很多才多艺的一个女生 这时候就不敢说 这也挺适合我的 对 好像多了 都是有备而来的 我发现 我觉得你们非常有共同话题 可以试着了解了解 来 我们5号 说 没事 姑姑别紧张 对 姑姑有点不习惯 怎么一个又一个的 对 一个一个又一个 都这么帅是吧 都这么帅 都是一米八四的身材 对对对 果林老师好 男嘉宾好 我是赵浩琪的妈妈 我们一家来自东北吉林 我家浩琪呢 身高一米六八 人长得特别漂亮 大眼睛 长头发 大家都说她长得非常像杨幂 我是浩琪的姑姑 那浩琪呢 今年是27岁 在北京一家科技公司 做UI设计师 知道UI设计师 UI是干嘛 知道吗 UI还真不了解 UI设计就是电脑和手机的界面设计 所以我觉得她的审美 应该不会很差 对 她为什么要做这行业 就因为她从小呢 对画画非常感兴趣 画也画得特别好 所以说就选择了这个行业 她还有个名字叫浩琪宝宝 我好像也是 是吗 我对很多新鲜事物 也是充满浩琪 我想去接触 然后去接受认识 然后会有一些挑战和突破 对啊 我们家浩琪也是 那真的挺合适的 越说越像了 越说越合适了 好像再说下去就要跟她走了 对啊 一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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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男嘉宾跟哪个嘉宾都OK 有点吃醋 有点吃醋 好 聊了这么多 我们赶紧来看一看 VCR进一步了解 男嘉宾的情况 请看大屏幕 东方国务正在为您直播 各位好 我是安安 7点50分 东方国务正在为您直播 各位好 我是安安 八点半 东方国务正在为您直播 各位好 我是安安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雪奇 每天早上八点到晚上十二点 直播不停 我不休息 我是黄顺安 一名购物频道的主持人 人生就像是现场直播 容不得半点失误 我时刻都在准备着 迎接各种挑战 这就是我的事业 排在我人生的第二顺位 我人生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女人 她就是我的妈妈 哦 这是她妈妈呀 妈妈好年轻啊 她妈好漂亮 中考 高考 就业 这些人生的重要节点 都是由妈妈陪我度过的 每周我都可以跟妈妈视频聊天 我们既是母子 也是伙伴 所以排在第三顺位的是亲情 聚会 聊天 玩桌游 填满我生活其他时间的 就是我的朋友们 所以第四顺位的是友情 可能你不太相信 25岁的我 至今没有谈过一次恋爱 没谈过恋爱 哇 她没谈过恋爱 这也是为什么 妈妈成为了我最好的伙伴 而我期待的第一顺位 就是爱情 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来到 中国新相亲的舞台 哇 那再不要跟我讲 接下来我要寻找 自己人生路上真正的伙伴 她应该清纯可爱 大大咧咧 这就是我现阶段的人生排序 我的那个她 你的人生排序会是怎样的呢 喂 喂 你好 国立老师 我是一号家庭张莎莎 我想把电话转给我妈妈 一号 妈妈接 喂 女儿 喂 妈 她在那个短视频里面说 说她没有谈过恋爱 我其实挺吃惊的 我没谈过是因为我小时候坚持 坚持不早恋 大学四年没看上周围的人 能不能问一下她 为什么没有谈过呀 我女儿莎莎想问一下你 因为我女儿也是23岁 现在也没有谈过恋爱 因为她就是上学的时候吧 高中是为了高考 不想早恋 看到你 卫生儿觉得你25岁也没谈过恋爱 为什么没有谈过恋爱呢 你介不介意她没谈过恋爱 人家找初恋来了 我不介意 但是我觉得如果有一个 有经验的人的话 我觉得我和她在一起 可能会更加地融洽 对 她想要人带带她谈恋爱是吗 她要个带经验的 我是我有那么一两个经验 一两个 一两个 有不多 来 我们5号 我刚才看这个VCR里 说你母亲对你很重要 因为我觉得她跟她妈的感情 一定是特别深的 我想问你是妈宝男吗 她没谈过恋爱 她还跟妈妈那么好 每天都要视频 感觉有点妈宝 她是不是有一点妈宝男 不是 小的时候确实吧 我妈陪伴我比较多 小时候很调皮 好像隔三差不多都被我妈打 隔几天就还一次打 对 孩子是被打大的 三天不打上房接往 你一直打儿子 一直打的 这件事吗 我要反省了一下自己 还是平时对她太严了 都打成这样了 还把她宝男呢 打成这样了 那我再问一下 如果说你选择了我们女儿张莎莎 我觉得她应该不会 你介不介意你以后去哪些城市 如果说你们愿意在 广州发展的话 我们在广州是有房子的 如果说你们愿意在重庆发展 我们重庆也有房子 如果你们两个人愿意 在宜昌发展的话 我宜昌也有也有房子 我们有自己的产业 这样就 宗叔你是做房地产开发的吗 哪儿都有房子 这个是 人家在上海这么好的工作 你介不介意到这些地方来发展 其实我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人 我是喜欢各种各样的挑战 包括刚刚说到的什么重庆 我都没去过 还有广州我也没去过 所以我觉得如果在一起的话 我可以有机会 可以走遍这些 叔叔呆过的城市和地方 非常好 谢谢 好 谢谢 你爸太厉害了 我跟你说 这个孩子 我女儿 我感觉我爸真的好喜欢他 你爸很喜欢他 能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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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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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孟迪的妈妈 她已经举了好几次手了 每次举手的时候 一号的爸爸都会把你打断 我看到了 来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们把问题交给你 来 请 我女儿很喜欢 就是男人的指甲修得干干净净 对 想看看男生的手 你交给那个镜头 好 看一下 让我们家莫迪看一下 你这样 你转过来 好的 好 好 我爱你 你是我的助力 我爱你 你是我的助力 看来你这个行情不错 好了 还在观察位的四股家庭 如果你们还想继续前进的话 请按下你们小船的按钮 3 2 1 哇 妈妈给力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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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行情很好 接下来我们这样 我们给你找一个外援 有请成林老师及男嘉宾的亲友团上场 为你出谋划策 好 哦 郭佳大好 郭佳大好 哇 好年轻啊 好漂亮 郭婷老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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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安安的妈妈 很高兴也很开心 今天来到中国新乡亲这个舞台 谢谢大家 真好 安安 看她笑得好甜 好害羞 安安太优秀 各位老师 长得又高又帅 还没谈过恋爱 高中上大学 她妈妈就没管过她 大学四年毕业 他们班同学六十多个 我们集团 去到他们学校招人 只选了她一个 哇 好优秀啊 好优秀啊 六十分之一 她一个班六十个 她还不止一个班 对 程蕾好像也是情有团一样 对 谢谢 七八岁 七八岁就会给家里拖地 晒被子 这个男的是 做真的成乖那种男孩 也会做家务 想不想嫁给他 我想跟他生孩子 起起我的双手 给你一个小星星 因为在一起一起看自己 哇 也挺感谢我妈妈吧 能够培养这么多年 然后现在平时可能也是工作 在异地不在家里嘛 所以我和我妈见面的机会也很少 这也是我带我妈第一次上电视 并且也是第一次相亲 所以我觉得这么多的第一 让我们也会在人生当中 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回忆 这样的一个好妈妈 这样的一个好婆婆 女嘉宾们 你们难道不动心吗 动心 动心 我为她的完美鼓掌 完美鼓掌 我这有点像你这个节目了 我这有点像她那节目了是吧 对对对 那妈妈你在后边 跟程丽老师商量的时候 这五组家庭你觉得 哪三个还比较好 她得退走两个 现在马上就 看看有没有自己啊 不要去二号 不要去二号 再不会推我们赞 五组家庭的女孩都很优秀 你看 我就知道妈妈会这么说 但是我最心仪的还是 最心仪的还是一号家庭 一号家庭 谢谢 谢谢 你爸太厉害了 我感觉他们夫妻的感情 家庭气氛特别好 我妈在抱着我爸的胳膊 这样的家庭 教育出来的女儿呀 肯定以后得爱的观念也很深 谢谢 我和您的儿子一样 也是做波音主持的 我也做婚庆主持人 我把我的收官制作 准备保留到我沙沙 和未来的女婿的婚礼上 对对对 你看你爸 你爸把所有的家长都PK下去了 我觉得肯定会选你了 比如说啊 一个白头偕老的约定 一段啊 幸福生活的开始 一场以爱为名的盛演 一种相反 这个我们不是你这个现场 我希望我们四组家庭 你们的孩子 有一天结婚的时候 能考虑到 这有一个婚庆主持人 谢谢 谢谢 好嘞 来 男嘉宾 现在站到这儿来 做出你的选择吧 选择两艘爱情的小船 让它退回原位 不要退我 我可是心动位啊 第一 选择你啊 你不要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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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应该不会退我 你的选择是 你的选择是 2号 4号 再见 希望你能够在这个舞台上 找到心仪的对象 谢谢 谢谢 黄慧君的姐姐 每一次都是这么的 对啊 有风度 玻璃房内的女嘉宾 你们听好了 你们还有抢亲的机会哦 现在我们终于该轮到 我们小红娘 发挥作用的时候了 现在让我们 从100位小红娘中 随机选出来视频连线 为你出谋画策 好 请看大屏幕 跟妈妈一起来看一看 对 小红娘 你好啊 郭丽老师好 你好 是东北的呀 对 我东北的 你现在在哪个阿人呀 在天津 在天津工作 在天津啊 跑我们天津去了 这个我熟了 这跟你一样 东北人在天津 对 你觉得我们现在 场上留下的 1号 3号和5号家庭 哪一个更符合 我们的男嘉宾呢 我觉得1号 1号吧 我呀 是 是 因为我感觉 1号家庭的爸爸 比较健谈 然后我感觉1号家庭 好像条件 是不是稍微好一点啊 对 他爸已经告诉了 好几个地方都有房子 对 好几个有房子 说我们条件不好 我家条件也挺好的 然后我感觉女孩工作 也挺特别的 跟男嘉宾 我感觉应该挺合适的 能擦出一些火花 哎呀 你瞧什么这东北丫头 多干脆 说实话 都没废话 好啊 谢谢你啊 你特别负责任的 我特别喜欢你 特别喜欢我啊 郭林老师啊 感谢 感谢 继续喜欢 你有男朋友吗 没有 没有啊 那下回到我们这儿来 你再相个男朋友啊 我有这个想法 相完男朋友以后 等你结婚的时候 没有一号家长 张莎莎的爸爸 谢谢 为你主持婚礼 好的 谢谢 谢谢 一定一定 一定 好嘞 好嘞 谢谢 再见 拜拜 拜拜 好 众志成成功课时间 我们为每一位来天的小红娘 还准备了一份新衣的礼物 就是我们这个景田健康水啊 景田水喝出健康 喝出静伏 只要您用微信小程序 下载我们景田送水 我们就一键下单 送水上门 好嘞 好嘞 火眼金睛的小红娘们 你们会把你们手中的红线 牵向何处 让我们来看一下素配指数 登陆微博搜索中国新乡亲 参与讨论节目话题 分享拖单攻略2020 和中国新乡亲一起拖单 又也接近 很平均很平均很平均 差不多 又是一号 导演 导演 我也要做一号位 我要做一号位 我要做一号位 王皇卫视 我觉得今天五位女嘉宾啊 我看看 都跟安安 都有某一部分很搭配的 但是因为现在爸爸就是太热情 他还觉得好像 安安和莎莎是特别般配了是吧 你爸太厉害了我跟你说 应该真是我爸加分 好了 这个时候有一件事你要做 请我们的男嘉宾 在我这个手机上 按下你现在心里的 这个心仪的女嘉宾的数字 好 选择完了 好 就是他了啊 我把它放在这儿存起来 一会儿咱们再来看 好 经过那么多的了解 你心里应该有出一定的衡量和判断 男嘉宾 请你选择一组家庭 将他们的小船退回原位 三选择 三选二 来 握个手先 紧张 来 我们给他倒计时 三 二 一 你的选择是 五号家庭 五号家庭 祝福你 谢谢 把我退回去 谢谢 那么接下来我们先请 一号张叉叉 三号周梦迪 到大屏幕后面做准备 祝你们好运了 好紧张 好 那现在呢 我们在大屏幕后面 两位女嘉宾都已经在等待了 安安 你只能选择其中的一位 听她的表白 你想先请出哪一位女生 我才会选一号 这个孩子 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家和安安是非常的和谐 当我第一眼看到这个孩子的时候呢 我就似乎感觉到他就应该是我的儿子 也是我家的女婿 一旦错过了 我们觉得非常遗憾 谢谢收视 男嘉宾 男嘉宾 两个奔跑着的灵魂一定有一颗共同的心 哎呀 这 这你看 人很话不多 人很话不多 人很害怕 你想先请出哪一位女生 我想 先听三号吧 现在今日我的选择 景田幸福的白时刻 有请我们的周梦迪 有请我们的周梦迪 男嘉宾 男嘉宾 你好 男嘉宾 你好 男嘉宾 你好 对啊 跟你一起 分开完所有的风景 我想牵着你的手 告诉我 多 deployed你 你要跟我走吗 让 mieć Asia 喔 等一等啊 别忘了大屏幕后面还有一个人呢 喜欢他就把井甜水笑在他手中 这也意味着你放弃了大屏幕后的 女嘉宾 或者你是想 将她送给大屏幕后 正在等着的女嘉宾 拒绝你前面的这一位 请做出你的选择 我的女儿张莎莎 她今年还没有满23岁 她身材可以说是 丰满而不拥净 苗条而不干扁 走出来具有 中国东方旅行的神韵 我女儿今年26岁 自己在天庭 开了一家艺术学校 都是自己经营的 包括开业的店面 自己的资金 都是自己启用的 自己的 没花过家里钱 你还要在这个手机上 选择一个 是你的心动女生 在这景天选择之夜 我们来迎接 最重要的选择时刻 听完她的表白之后 你接下来的选择是 男嘉宾 男嘉宾 我现在想给你做一个小互动 我们俩对视十秒 好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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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李宗盛 是不是只有一首歌 让我们不再颠簸 是不是时空交错 回忆呀 斑不奔波 你是我的航行轨迹 我是局围绕你的伤心愁 旋转着踏进星河里 寻找你关心 情思万语 刚才在你的眼睛里呢 我看到了很真诚也很纯净 也看到有个小心情 你愿意让我做你那颗心吗 我只爱也拥有片 他崇拜 男嘉宾听完他的表白之后 你的选择是 在回答你问题之前 首先我想说 欢迎来到中国新乡亲 景田选择之夜 本节目由我的选择 景田独家冠名播出 在回答你问题之前 首先我想说 我们俩能在这里相遇 是一种缘分 其次呢我想将 爱你的山楂树之恋 当中的一段话送给你 如果生活是单行道 请你走在我的前面 我会时时刻刻看着你 如果生活是双行道 请让我牵着你的手 一起走在茫茫人海里 不会让你走丢 所以我的回答是 愿意 哇 翻盘啊 玻璃老师 翻盘啊 玻璃老师 他俩的心中 不对 我觉得是心中 最后愁了去了 只要在你身边我就想 恭喜有情人出人选手 在本季节目配对成功 并结婚的情侣呢 都有机会参加 景田选择提供的 苏格兰古堡婚礼 希望你们好运了 因为是舞蹈学校的校长呢 所以我能想象出 这个女生的气质 应该是很好的 然后屏幕一拉开的一瞬间 确实和我心目中的形象 有80%的吻合吧 她一身穿搭很西服嘛 很有那个 那个成熟的那个感觉 你是觉得我老吗 你有点成熟 哦 好 成熟 干杯 你